各位同學 今次我想說一下就是關於魔術的方向 雖然書裡沒有提過 但他們很簡單說一句就是 Opposed to the motion 但事實上來說 如果你看回一些複雜的情況 走路 其實有時候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向前 什麼時候向後 其實我們要考慮魔術的方向 不是那麼簡單 考慮物件的運動 其實我們要考慮兩個接觸面的運動 例如你走路 其實我們要考慮你的鞋或你的腳 和地面的 首先我提回 如果當物件相對於桌面來說 是靜止的時候 魔術的方向就是 其實是和兩個接觸面的運動的趨勢是相反的 例如簡單一點 就是一個木箱放在桌面 木箱有一個向右的力 作用於他的身上 那麼魔術是向哪裡呢 你要知道 如果沒有魔術的話 木箱就向右就有一個加速度 即是向右走 而那個 所以這個魔術的方向就是和這個運動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是向左的 剛剛說的 剛剛是我們說的接觸面 但如果看回整個木箱 任何每一個部分去走的方向都是向前的 所以魔術的方向作用於底部就是向左 第二個情況比較複雜一點 就是人的走路 那你要怎樣走呢 你可以站起來走一下 那我走到十幾年了 那我也會走的 那就是我們是把身體向前傾 令到重心向前左 那令到我們的後腳 有一個向後硬的趨勢 那流言是趨勢來的 不是真的向後硬 是向後硬的趨勢來的 那我們整個運動講 我們在看著鞋和地面 那我們的鞋有一個向後硬的趨勢 那所以那個人呢 一個 basis 作用於這個人身 中間那就是在後腳那手摩實力 就是向前了 那那我覺得來有些人 Vacuum 的故事 那就是因為 我那是在前鞋 的按摩實力如何 那Cl eventual點 那這個人形象 那那就這些事 coefficient coefficient順動 那就那就一樣 就會分離它 二的情況 別 Being Feels 要抛下去 當物件運動時,魔術方向也差不多 跟兩個接觸面的運動方向相反 如果木箱給力向右走,魔術方向左 跟剛才差不多 再介紹兩個例子 有一個圓統形的物體,就是斜板向下滑 第一個就是Rolling Rolling的意思是代表Rolling Rolling的Case跟剛剛的Wrest的Case差不多 例如Rolling的時候是純滾動 在接觸面的2點來看,就是相對靜止 就是用回第一個Case Rolling向下滑的時候 NKRocity就是CodeWise 就是在最下面的圓統形物體 最接觸的點就是一個向斜板上滑的趨勢 所以魔術力作用於木箱的圓統形物體 就是向前的 而這個魔術力可以留意到 就是令到圓統形可以純滾動 那那個程其實是會... 其實那些計數是都... 有些計數... 裡面的計數成分是很複雜的 那第二個情況就是... 那第二個情況就是... 當去Sliding的時候 Sliding就是純滑動 那就是... 那一個物件呢... 就是整個滑下去 它不會... 旋轉的 那純滑動的時候呢 那所有... 所有... 木箱的部分呢... 都是... 向下動 那所有魔術呢... 就是向上的 那就是令到... 這個物件呢... 就是減速的 就是這樣的啦 那這兩個... Rolling呢... 就是好像... 呃... 個人... 向前走的那樣 那Sliding 那時候呢... 就是... 很簡單就是... 普通那些魔術的方向 就是這樣啦